二次元又或者说ACG在我们的网络生活中造成了不小影响 以至于在许多电子游戏中都不乏他们的身影 特别是那些能够让玩家制作MOD的游戏 更是把二次元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无论是经典的老滚 求生 还是硬核的群星 浅渊症 都难逃这些纸片人的魔掌 于是我有点好奇 你说僵尸毁灭工程会有哪些二次元MOD呢 所以这几天我做了一些整理 给大家看看僵尾的二次元浓度到底有多深吧 在僵尾的世界里没有车是寸步难行的 而那些作为老二次元活下来的幸存者们 就做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痛车 美少女战士 游戏人生 虚拟主播 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纸片人 他们都能给你弄出来 甚至还有这种的我就不多介绍了 除了车 在僵尾里更重要的 还是要有一个舒服的安全屋 那么二次元百件肯定是少不了的了 你可别以为只有海报这样一个贴图的MOD 就算是抱枕和玩偶也可以轻松做到 甚至焦老最喜欢的手办也能在游戏里实现 不过光是车子和房子怎么行呢 都进入了游戏世界了 能不能让自己也变成纸片人呢 当然可以了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讲起 首先你可以装上这个动漫风格的脸 把眼睛的尺寸拉大一倍 再配上这几个发型MOD和发色扩展 你就可以搭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了 那有没有更懒人的方法呢 有 而且不少 我们搜索COSPLAY 可以看到江汇里这几个大热门的MOD 他们每一个都内置了可以收集钞票 来购买服装的商店 不管是方舟 元神 少钱 车腕 只要能收集到足够的钱 就可以一键化身他们的样子 这些真的有点在玩求生之路的感觉了 外形是搞定了 最后轮到音效了吧 我这边也想给大家推荐几个音效MOD 毕竟原版被僵尸吓到的声音真的太难听了 我自己在用的是这个白面削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搜一些其他的 这些MOD会把惊吓音效替换成可爱一点的声音 这样江汇玩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 其实我还找到了很多有意思的MOD 像是这两个就能把动漫放到电视机里去放 不过这些MOD我都没有亲自试过 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搜搜看 好了 这里是白家唯一指定老大 白指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ip